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悲伤和痛苦 每一个难民都会跟我讲述他们的经历 遭遇 每一个家庭都有他们自己非常完整的人生 和曾经美好的生活 但这一切都被战争毁掉了 所以在这些故事里头总是有恐惧 绝望 然后痛苦 但是你又一次又一次的 你又会在亲历者 就是讲述者的这些眼中 你看到的是勇气 坚毅和希望 所以我真的是常想 我觉得我这些年难民带给我的力量 其实是遥远大于我带给他们的 我想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一个性命攸关的故事 一个关于数百万家庭被迫逃亡的故事 我们这几年来其实没有再做别的事情 我们唯一一直持续的一个任务 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难民 关注到难民 因为有关注才会有行动 有行动才会有改变 这是第三次演出的 我认为每年我认为每年都逐温的